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我是袁永祥 我没有想到啊 在一个比拼笑料的舞台上 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 我的师弟们岌岌可危 少班主他高高在上 其实来这个舞台 我两个师弟可能是有点紧张 我不紧张 因为我来这不是比赛的 我是来找人的 我搭档郭麒麟 我跟他爸都找不着的 就是但凡不是这种给钱的活 你都逮不着他你知道吗 然后说点心里话吧 确实我没有想到 跟大林搭档这么多年 有一天能站在一个舞台上说笑话 被他审视 我不开玩笑 我其实在那儿 我很紧张 我一看到大林 我手一直在抠后面那个LED那个灯条 我紧张的手麻 后来发现那个灯条的漏电 你知道吗 真漏电 我摸一试 你知道吗 这个导演组问我说 大林来这个节目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没有看法 当天我们平起平坐 现在我stand up comedy 他思议当 police了他 很多脱口秀的演员 包括单口喜剧演员 对我有些了解 是因为我之前 确实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交流 我也发表过一些看法 我还是那个关键 我认为中国人说中国话 逗中国人开心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老觉得单口喜剧将来 可能也会卷出尸臣啊 门派啊 包括制式的大褂的服装 到那天 单口喜剧就完了 你知道吗 没办法大连 我这 我这 我再不这样 咱一会儿折这儿了 今天我这 太猛了 你没以为大连来 是当嘉宾的吗 他是替他爸看着我 不要胡说八道 知道吗 那些叛徒师哥 都是走夜之急 颜鹤翔才是心腹大患 可以啊 没关系啊 不在外师命有所不受 不开玩笑啊 说点正经 这个 怎么说呢 我来这儿了 有好多人问了我很多老问题 导演问我 我说颜鹤翔 当年你为什么选择 跟郭麒麟搭档呢 我说哥们你真逗 我选择 你老板的孩子想跟你合作 那是你选择的吗 我要能选择 我就是老板 但是没办法 大林 我搭档郭吉林 还有我师父郭德康先生 都太有名了 这可能也是我 一直也没法摆脱的一个标签 我并不想摆脱啊 但大家都想做自己 就像大林 刚出道的时候 他爷想摆脱他爸的标签 他想做他自己 我很理解的 但是没办法 这个东西就长在你身上 包括我也是 但有些标签我不理解 同志们 就我在网上 大家叫我德云太子飞 就是哀家很不理解 本宫很疑惑 这个大数据很厉害你知道吧 就头些年 我的关键词都是太子飞 天天给我推戴安娜 然后今年好了 今年开始推凯特了 这是说笑的 背儿还越来越挫 余老师也不能幸免 余老师叫相声皇后 所以你看我跟余老师 在单位关系很融价 因为不想感觉婆媳关系不好 这很有意思 有时候我也问大林 我说有一天我跟你师父 同时掉水里 你会救谁啊 大林说我要救我师父 因为我爸爸 不能像你一样没搭档 我师父很心疼我 我师父说有一天 大林要真不说了 我跟余老师 我们两口子就带着你 咱仨一块演出 好来试着几次不行 观众说看着很可怜 起个名字 这叫德云留守家庭 没办法 后来我跟我师父说 我要出去单飞 做点别的事 然后我师父说不行 你得给我儿子守着呀 确实很封建 没办法 我一说我自己干 我师父就会打岔 我跟我师父说 我想去做脱口秀 我师父说 你认为咱们这谁丑陋 我说师父我要说脱口秀 我师父说对 咱向上不能守旧 我说师父要说脱口秀 我师父说对 鱼签喝完酒就是口臭 这是相声的技巧 如果不可乐 不是相声的问题 非常有意思 然后怎么办呢 我还是自己出来了 我做了一些 当口喜剧的尝试 然后我发现有好多问题 观众会给我们出主意 说你们像是太传统了 你们应该学习 当口脱口秀 做一些跟观众的互动 但我说有一些 它不能瞎借借 我在线下看过 好多当口喜剧 他们来跟观众介绍 你比如说问老刘吧 俩人一块来的 一男一女 你们俩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她是一男朋友吗 是 那么有结婚的计划吗 这说相声不能介绍 我们怎么互动 你们俩什么关系 她是你爸爸吗 不是 那有相认的计划吗 那非打起来不行啊 但我觉得脱口秀 就有人可以学一学相声 一些有节奏的介绍方式啊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 就没有底的结束啊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 谢谢大家 我是庞博 就特乡客服 你发现了 应该学习相声吧 周期末就是 我呀 庞博就是 我呀 还有我意思 然后到最后呢 我决定不行了 如果 隔航如国山 我就做点别的事吧 可能有人了解 我开始骑摩托车周游世界 啊 我跟我师父说 师父时间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师父他顿时很感动 因为他看了很多书 他对人生啊 他理解 他说你给我滚 我师父要积累素材 我师父说那你旅行的路上 有妖怪怎么办 我说师父 一般妖怪只吃师父 您不去 他没得吃 我师父说 那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呢 我说摩托车也是搭档 不骑了可以锁起来 他不会抛弃你 说两个旅行的趋势 我在秘鲁的时候 因为我在国外 没法跟大家介绍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我一般真的简单的 盗用你们的名号 我说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或者说是当口喜剧演员 我在秘鲁的时候 有一个秘鲁警察 跟我的西班牙语翻译在交流 我那个翻译 跟这个秘鲁警察说 说我在中国 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 然后我那个秘鲁警察呢 拿出一个手机 翻出一个视频 跟我说他是我的粉丝 结果那个视频是鸟叔 我在伊朗 我在伊朗的时候 有两个伊朗的朋友 跟我的波斯语的翻译 聊完天以后呢 跟我说了一笑话 说一个 我波斯语翻译 跟这个伊朗朋友说呢 说我啊 这个人在中国 我是一个有名的喜剧演员 然后那个伊朗人 跟那个伊朗人说 这个人我认识的 他一定是成龙 然后那个伊朗人说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成龙不会来咱们这儿的 然后我那个翻译说 这个人在中国 还是有几百万粉丝的 那个人马上改口 他就是成龙 我之所以做这么多事啊 走南闯北 还是做一些戏剧的尝试 我还是想把相声这门传统艺术 跟这个新鲜的世界 做一个万能的接口 所以不要管我叫德云太子妃 可能的话可以管我叫德云太子妃 好 这就是我一个寡妇失业 搭档不说相声 周游世界的 当口相声演员 严和翔就是 我呀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朱赫松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在工作当中呢 我的工作性质是一个捧跟演员 很多这个观众不了解 什么叫捧跟演员 就是我的工作环境就是 跟那个于谦老师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像他一样那么无聊 也没有他那么实在 我经常就是怼我的痘痕的 然后就是怼着他牙口无言 他说我是一个进攻型的捧跟 他说现在贺松已经渐渐地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怎么就渐渐的了呢 我就不能好好地走这条路吗 因为就是我这种状态呀 很难在相声 我能见尋得更好的突破了 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个舞台上 搞一搞 这叫stand up comedy 战力式喜剧 所以说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一个 战力式搞笑有时也跪下的艺人 就是你们要是笑了呢 我就战力式 你们要是不笑呢 我就跪下 能来到这个舞台上呢 那贺松确实也不是为了名 也不是为了利 我就是想让我的生活富裕富裕 好多人问我 那朱木松你想挣一些钱 你怎么不上综艺呀 我一般这个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编造一些借口 因为我们公司有那种 有那种合同 有那种经济违约合同 再加上我们的档期安排不开 所以说我就不能去参加 其实我们公司没有合同 德音社对我们非常不薄啊 随便的接活 真的 他压根就不管我们 我连我的医保都断了三个月了 我现在我真的 我现在我都不敢生病啊我都 很多人问我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 借钱 小额借钱 为什么呢 因为大额他们不借给我 这我的师兄弟们经常劝我 朱松你得努力啊 我努力的喊了 他们真不给我 我也想从机场出来很多粉丝 拿着相机嘎嘎嘎给我接机 我不想在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 一帮人过来问我 厕所怎么走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只能一个一个的带他们去 因为我是一个热心产 天津人骨子里流淌着两样东西 一个是热心茬 一个是曲艺 所以我成为了一名曲艺演员 小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上英语课 就刚才有人提到李雷寒妹妹 我学这篇李雷寒妹妹问路的这篇的时候 我是用天津快板展示出来的 当时我就老师一讲到这篇 我就把快板拿出来了 当时那快板 到朱日去了 拍对 打起节奏 行别拍了 我张不开嘴了 好停 哎 当时我是这么唱的天津快板 哈喽 哈喽 哎 买内幕李雷 买内幕韩美美 哎 Solay sister 这海河怎么够啊 我用不用做火车 我用不用做轮船 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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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摆裙 也不用摆 shape 哎 顺着我的汗的 你就look Lesson完以后 这李雷往前走 是左走也不到 哎 右走也不到 他是走走绕 绕绕向近辽 犬套 哎 直说我是热心茬 我没说认识到啊 好 好 好 感谢 感谢朱克松的表演 结束 你得说一个我是朱克松 然后才能结束 好 谢谢大家我是朱克松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上九溪 我也来自德云社 很多人我相信啊 听到上九溪这个名字不熟悉 哪几个字呢 我可以简单的拆开了每一个字 完完全全的分享给你们 上 是哪个上 时尚的上 Fashion 酒 是哪个酒 七八九的酒 9 西 是哪个西 中文我会 西西嚷嚷的西 英文 有会的吗 全蒙了吧 得回我们选手里 有史严老师 我说我西不会翻译啊 史严老师特别热情 哎呀 那不就是ABC的西吗 其实啊 相声演员站到这个舞台上 还是挺忐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民间盛传 相声演员讲脱口秀 是降维打击 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回 预期违背 哈哈哈哈 乐郎 这个包袱设计的 有点违背于其了 哈哈 这回不光我来了 我的两个师哥 也来了 颜鹤翔 朱鹤松 但他已经不在了 哈哈哈哈 我心里就更没底了 那天我上我师傅家 找我师傅去了 我说师傅 我要去讲脱口秀 讲得不好 是不是给您丢人呢 我师傅也是过得刚啊 我怕有的不知道 我师傅说 那有什么的啊 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吧 尚文博 是不是还有你俩呀 朱凯 颜欣 其实说相声和讲脱口秀 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 你看啊 我们说相声的 有大罐 你们没有 说相声的 有师傅 你们没有 说相声的 有搭档 颜鹤翔没有 说相声的 有人骂 这点和脱口秀 不相上下 其实来这比赛 我觉得温和多了 你们想想啊 这要是个相声比赛 淘汰一个节目 俩人全回家 在这儿俩人能说两段 淘汰一个 保不齐还能胜一个 抢到个什么复活牌啥的 就把淘汰那个给滴露回来了 就这么相互扶持 相互拉扯着 搞不好我们是要进决赛的呀 到了决赛 那就是我们相声人的主场了 你们好好想想 就德云社论谣人这块 以往的决赛 好好都回忆回忆 几百个师兄弟 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 你们哪家厂牌无所谓 talk show stand up anyway 云鹤九霄一就位 在哪儿不干相声大会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接下来我得说说杨丽 为什么突然提到杨丽呢 我们俩是校友 都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 这玩意你们乐什么 我们学校是个笑话啊 北京服装学院 顾名思义最强的专业 肯定是喜剧啊 这屋里就俩干这行的 但是我比杨丽大了四届 说明一个问题 我在学校压根就没碰见过他 多悬呢 要不然作为学长 我是有概率 接到他先生入校的 那个画面搞不好就是 这就是北福的诗歌吗 也太普通了吧 你为什么不考清华呢 是不喜欢吗 我还得寒暄呢 清华呀 嗨 没听说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就是上九夕 谢谢大家